因为呢这关系到台电他们的预算问题 目前呢这立委发现说台电这累计的亏损达到2000多亿 去年10月不是还调涨电价吗 结果现在呢查出来说他们全台各种员工宿舍 高达1.18亿的水电费几乎是全民买单的 要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补助方法呢 包括了偏远地区 如果说呢有占备情的话呢 他是基本的水电费呢是可以帮忙补助的 而单身的部分其实呢他基本上只要缴大概是25块钱 另外呢不是偏远地区的当然是自行负担 但是如果是单身的人最多也只缴50块钱 高达上议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花费由全民买单 这大家都在说会不会太夸张了 全新的马赛克磁砖整栋大楼的外墙 三年前才刚经过整修拉皮 看起来就跟新的豪宅没有两样 但这里却是台电提供给员工子女申请居住的宿舍 台电全台提供给员工的宿舍 每年光水电费的账单呢就超过一亿台币 但却是全民买单 如果台电员工当然是宿舍当然是要 应该有他们自己负担这个费用才是正确的 为了方便员工居住 台电全台总共提供了7000多间的宿舍 除了非偏远地区水电全部自行负担 偏偏的地方则全部由台电来支付 台电员工的福利优渥让人称陷 但看在不断被涨电价的全民眼中 实在很不适滋味 因为谈电的一夜效率很差 甚至还被踢爆 台中市太平区一处危险的路口 去年装了八盏路灯 到如今过了十个月都还没供电 按照客县市路灯申请的办法 设计发报路灯完成到验收仅需一个月 台电受理后现场会刊一到两个月 通常半年之内就可以完成供电 但这路灯等了十个月还不来电 老百姓不但得不断忍受台电 涨电价A荷包 也难怪累计亏损高达2000亿的台电 再成为全民舰拔 记者林一杰 郑德松 台北台中采访不到